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的5纳米星厂 预计在12月6日举行基台移基电力 台积电创办人张仲谋 董事长刘德英等多位高层都将出席 据传美国高层官员以及多家全球供应链代表和美方客户也将到场 此外据美媒报道 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2024年启用时 将生产先进的4纳米芯片 未来还将引进更先进的3纳米制程 一时间台积电将变成美基电 美国将取台湾地区半导体而代之等话题 成为岛内舆论热议的焦点 据彭博社报道 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原定生产5纳米芯片 但在苹果等美国客户催促下 该厂启用时将生产先进的4纳米芯片 客户还要求台积电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同时推最新技术 而台积电创办人张仲谋也证实 该厂未来将引进更先进的3纳米制程 此前台积电将500名员工派往美国支援亚利桑那工厂的消息 就已经引发对台湾地区人才流失的担忧 这个最新消息一出 台湾地区舆论普遍认为 台积电此举可能会造成关键技术的外流 针对台积电去台化 台湾地区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王美花 在接受台媒采访时不断强调 台积电派500名员工赴美是有定期合同的 属于国际人才交流 而台积电的关键技术保密机制绝对可以放心 最先进制程的技术也一定会留在岛内 他表示不必担心台积电会有技术外流 导致核心技术被掏空 从台积电变成美机电的情况发生 但王美花的表态并没有平息台媒的担忧情绪 台湾忠实新闻网发表文章认为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生产芯片的决定 显然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 而非单纯的商业理性决策 台积电的去台化不必然是关键技术 从台湾地区外流美国 而是虽然仍未设立在台湾地区的全球一流芯片厂商 但所做的许多决定已非台湾地区所能左右 而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前负责人 盈启明也发问称 美国的计谋是先压着台积电去设5纳米厂 接着得寸进时要求进入3纳米制程 然后第三阶段决战2纳米去台积电而代之 盈启明称 过往张仲谋始终在抱怨美国的生产成本太高 那么台积电为何还要去投资设厂 美国将先进半导体式为 攸关经济与安全的策略性项目 为了安全 美国压迫台积电前往设厂 台积电无法抗拒 相对的台湾地区把最重要的安全支柱 移往美国 甚至带走台湾的供应链 请问是谁在出卖台湾地区的安全 盈启明表示 美国还要成立科研机构强化研发生态体系 目标是要取代台湾地区半导体而代之 盈启明质问 如果民进党当局只会欢送台积电 外移美国什么事都不会也不做 这与出卖安全有何差别 这与出卖安全有何事都不会也不做 这与出卖安全有何事都不会也不做 这与出卖安全有何事都不会也不做